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個好好味的食譜 就是椒鹽豬扒 豬扒買回來已經清潔好 我會先把它切開一半 切開一半, 煮的時候會更容易煮熟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選擇毛骨的豬扒 吃起來淡淡肉, 好美味 接著加入1茶匙鹽 2茶匙糖 2茶匙蠟油 2茶匙黑胡椒粉 加完調味料後直接用盒搖勻 把它攪勻 拌勻後可以放在一邊醃一小時 我們現在準備配料 首先把兩粒蒜頭拍碎 然後切成蒜蓉 接著是辣椒乾辣 將它洗乾淨, 之後切開去 把裡面的核拿出來 如果連核一起炒就會比較辣 所以將它全部拿出來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用剪刀切成細細粒 剪好後放在一邊 接著就準備一些蔥 首先洗乾淨, 然後切粒 切成細細粒 切成細細粒 然後用盤子放2湯匙的生粉 然後將豬排放進去 將它塩滿生粉 薄薄地一層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厚 就像現在這樣 就像現在這樣 然後燒熱鍋 加入油 然後就可以直接放一塊豬扒 煎 我們會每邊煎兩分鐘 首先煎向一邊 然後反轉另一邊 再煎到金黃色 把豬排放進去 記得放豬排 不要放進去 逐塊逐塊放進去 有很多網友問了一個問題 如果用不鏽鑊 怎樣才會不黏鑊 其實如果你煎雞翼 或者煎豬排的時候 它表面夠乾身 你塗一點粉 其實它就會不黏鑊 然後再煎兩分鐘 好像這樣 動一下鑊 它都會動的 然後反轉另一邊 再煎兩分鐘時間 現在已經看到表面變成金黃色 另一邊再煎兩分鐘 我們用筷子測試一下 肉質變實了 其實就差不多OK 可以拿起 然後用慢火把蒜蓉爆香去 我們會慢慢炒它 炒到它表面變乾 然後變成啡黃色 炒香蒜蓉之後 就會有香脆的效果 現在已經炒了 但炒的時候 記得用慢火 如果不是很快會炒焦 炒到一半之後 就可以放辣椒 一起爆香 然后加4分1茶匙盐 加少许调味 一起炒均匀 然后再放刚才的葱 蒜头变了啡色之后 闻到香味就可以放猪排 一起炒均匀 记住要把它快炒不要炒太久 因为炒得太久 豬扒就会变回淋身 大概30秒左右就可以拿起 这个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椒盐豬扒 是不是很简单和好好味 很少煮饭的朋友都可以做得到 和大排档食一样味道 还要没有骨骨蛋蛋肉 好好味 今天的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的食谱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点赞和订阅我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